健康所想 大便不成形怎么办 李淑萍 无警北京总队医院 中医科 副主任医师 导致大便不成形的原因有很多 需要先明确病因 再进行治疗 如果是因为饮食不当引起的 对于症状轻微的患者 注意休息 可以适当地喝温开水 对于症状重的 则需要及时就医 如果是因为肠道疾病引起的 比如肠道肿瘤 溃疡性结肠炎 科罗恩病等等 则需要针对原发疾病进行治疗 才能有效地缓解大便不成形的症状 如果是因为细菌 或者病毒感染引起的大便不成形 比如肠结核 细菌性利剂等等 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合理地使用抗生素 或者抗病毒的药物进行治疗 才能缓解大便不成形的症状 另外 大便不成形 还可以表现为大便排泄不畅 或者有大便排不进的感受 中医认为 与湿气重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湿气过重 会使脾胃 运化 乏力 而导致大便不能够很好地进行消化 出现大便不成形的情况 对于这类患者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手绘通便胶囊进行治疗 干药物中含有 孕痞化湿药 白竹 白竹生补 健痞 造湿沥水 可以辨证地用于脾须湿困引起的湿密 大便不成形虚 明确病因后进行治疗 如 一 饮湿不当引起的可注意休息 适当饮水 二 肠道疾病引起的需治疗原发疾病 三 细菌或病毒感染 引起的需抗生素或抗病毒治疗 四 因湿气过重引起的可用手绘通便胶囊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